大家好 在今天的天氣形態來說 中午之前 天氣晴朗又炎熱 戶外活動 兩件事情注意 防曬跟補充水分 但午後真雨 今天有發展 山區的部分比較明顯 平地的部分 是局部性的地區比較多一些 那我們就來看看 今天的觀測資料了 先來注意到 今天的溫度狀況 最高溫的地方 在台東的大午 中午的溫度 到達了34.9度的高溫 中午天氣熱 你戶外活動 一定要記得補充水分 如果你到了花東地區去遊玩的話 陽光也是很強 為什麼 因為今天紫外線最強的地方 在台東的成功 中午的紫外線 可是達到了危險的等級 不過說到雨的部分 我們從這張雨量圖來看一下 就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今天的降雨狀況 北部地區有 不過雨下的時間並不長 很短的時間就結束了 5到10毫米左右的雨量 在陽明山地區比較略多一點 大約在20毫米 那再往南 新竹地區現在山區還在下雨 苗栗的山區現在也還有些雨 而南投地區的山區部分 也有局部性的降雨 跟包含阿里山地區 再往南看可以看到 在高雄跟屏東山區的部分有 平地的部分都只有零星的一些降雨 那在台東的朋友就發現到 今天只有山區有5號陣雨 平地的部分全部都是天氣晴朗 晴朗的天氣之下 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將逐漸的往西的方向伸展 也就是說這個搭的穩定的空氣塊 到達我們台灣上空之後 我們就是個晴朗的炎熱的天氣 我們就要特別小心不要中暑了 溫度形態來說在未來幾天 可是越來越高 接著就來看一下衛星雲圖了 從衛星雲圖上可以看到 台灣上空在中午以後 有沒有注意到有些雲層發展 這就是午後雷震雨的雲層 那現在哪裡有下呢 那就來看雷達了 雷達上面可以看到的就是 目前新竹的山區這個雲層 正在逐漸的消散當中 而在苗栗的山區的 午後熱對流也剛剛結束 但是南投的山區部分 還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狀況出現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 當到了晚上的已經即將 八點鐘之時 熱對流的強度已經在逐漸減弱 那高雄的海邊的部分 今天傍晚的時候 也有些午後雷震雨短短的 但現在的雲層 也已經隨著時間 而逐漸的消散掉了 晚上熱力作用減弱 雨的部分會停下來 那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它正在逐漸的往西的方向 伸展過來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 在我們台灣東邊的 整個太平洋 都是一個晴朗的區塊 晴朗的區塊之下 我們用一個色調強化雲圖 讓大家更明顯可以看得見 先來注意到的就是北方了 北方這裡是封面雲淡 有沒有注意到 過了初暑之後 在長江以北開始受到的 就是北方的冷空氣的影響 北方的冷高壓 只要東移的時候 當太平洋高壓勢力 比較不強的時候 冷空氣的影響層面 就會到達了長江以北地區 而在太平洋高壓的勢力來說 目前是正要逐漸的 接近我們台灣的方向 所以在我們台灣上空 因為在太平洋高壓的 邊緣的關係 所以今天風向吹著一個偏 南南西風上來 也就使得這溫度形態來說 中午偏高 午後鎮雨局部地區仍然有 但這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正在逐漸的往西的方向伸展 我們從地面圖上 就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在明天的時候 高壓的勢力即將要接近到 我們台灣的上空 使得我們的午後鎮雨的狀況來說 變得更少了 山區的部分有 平地的部分是局部性的 禮拜四 禮拜五之後 高壓的勢力再往西的方向伸展 也就是說到了週四 週五的時候 整個高壓勢力逐漸地 籠罩到我們台灣上空 剩下山區一點點的 午後鎮雨 不過到了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的時候 高壓勢力再犧牲一些 也就使得連午後鎮雨的狀況來說 在六日的時候都不容易發展了 菲律賓的東邊有個小的低壓系統 這個低壓系統 未來會通過菲律賓 對我們來說也沒有影響 它的強度的部分 也因為會受到地形的影響 而逐漸的減弱掉 所以南邊的低壓 對我們是沒有任何影響 但這個高壓勢力的增強 會怎麼樣的影響 那我們就來看到 這張地面圖了 這張地面圖是在星期天 也就8月29號的天氣圖 從這張圖面上 大家可以注意到秋天的系統 開始在長江流域出現了 封面雲帶開始在長江出現 而北方的冷高壓系統 在禮拜天的時候 也已經逐漸的通過了 渤海到黃海的位置 而在我們台灣上空 太平洋高壓勢力 逐漸的伸展過來 所以在禮拜天的時候 我們是屬於一個晴冷 炎熱的天氣 這個禮拜六日 如果要安排戶外活動 可要注意別中暑 但是到了下個禮拜二的時候 你可以注意到 北方仍然有冷空氣 冷高壓東移了 封面帶又形成了 但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依然是比較偏強的狀況 所以到了下週二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還是在 太平洋高壓的影響之下 仍然是屬於一個晴朗 而且是炎熱的天氣 所以目前看來 一個高壓勢力的增強 5到7天一個週期 也就是說在目前來看的話 到下週二 下週三之前 我們都在太平洋高壓的籠罩之下 午後震雨開始會越來越少 來看看溫度了 先來注意到溫度形態來說 在明天白天一樣是高溫炎熱 午後震雨在台北桃園有機器會 而到了新竹苗栗可就是天氣晴了 中部地區也有午後震雨 只有在南投 雲林跟嘉義山區有 平地的部分不會下 南部地區散不好在高平地區有 而東半部地區討天氣 外島地區來說也是屬於天氣晴了 未來一個禮拜可以看到 午後震雨的量來說逐漸減少 只剩下中南部的山區有 外島地區來說都是屬於晴朗 而且穩定的天氣 不過小丁您要給您一個提醒 特別注意在於說 陽光強外出防曬不可少 另外中午以後 在山區部分常常會有霧 會有起午後震雨的狀況 下午在山區活動的朋友要注意